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昨天说到白毛猫答应黄将郎帮他草老婆 黄将郎当然高兴 他计算一下 郭丁香今年应该是28岁 想就是这么想 但自己是田无半某地无半角 鲜都不鲜下 老鼠进来自己的家 走到脚都断了 都找不到半粒米来吃 拿什么去草老婆呢 想到这些 黄将郎就好像整盆冷水 游头都淋到脚 白毛猫好像看出了他的心事 于是就对他说 你不用那么弊异 我有办法的 你放心 说完之后 白毛猫就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 黄将郎照样上山斩柴 这个时候 白毛猫就已经去到土地庙的树 各位 说得这么神奇 很多人就会问 到底这只白毛猫是什么事 各位 这只白毛猫 原来是对面山上的一个白猿老祖 因为宋毛记投胎之前曾经救过他 后来他修成正果就成了先 这一次 就为了答谢黄将郎 就是他的前世宋毛记 对他的救命之恩 因此他在天界上任之前 帮他两母子做一件好事 这只白毛猫 我就交代完了 那话说白毛猫就去了土地庙 把情况就说了给张氏听 都没等张氏回答 他拍声一下 拔了自己的尾巴 向着南方一指 说一声 去啦 话音刚落 唷声一下 那条尾巴就像麻雀般 飛到半天 眨眼就不见了 接着 那只白毛猫就转向西北方 右手就拿着沸尘 向外边一发 手搓屈 接着一收 喊了一声 來啦 那当西南方有一块很砖头大小的东西 啪啪声向着这边飞过来的时候 白毛猫就把那个沸尘向地面一指 说一声 啪 哈 只见那块砖头大小的东西 啪声一下就跌到地面 原来是一间巴掌那么大的四合院 他怎么知道呢 这间巴掌那么大的四合院 一有风吹就慢慢地变大 一会儿那么久 这间巴掌那么大的四合院 已经变成了人可以住的院落 而且这间院落还很大 这样来呢 令到张氏又惊又奇 哇 这样都有的 哎呀 好美啊 好美啊 这只白毛猫就对他说 夫人 你进去看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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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看看才行 张氏一边说一边走进去 哇 是 里面 富丽堂皇 所有的陈切家具 一律俱全 张氏看得到这样 那个口 半天都含不上 最后就跪在地上 向着白毛猫 慢地叩头 那只白毛猫 随即将他扶起身 在身上边拔了一只白毛 对着一只白毛 吹了口气 说了一声 扁 哇 什么事啊 原来那些金银 在屋顶 叮咛叮咛地跌下来 堆成一堆 而另外一个院落呢 全部堆满了白酥酥的面粉 这样来呀 当堂看到张氏眼都傻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见张氏对着白毛猫 溫地在这里叩头 白毛猫就说 我想问一问夫人 你之前那些家人姓什么的 我想将他们全部找回来 张氏一听 心当堂打个突 他心想 以前那些家人啊 我有钱的时候 他们一个一个都安而奉承 当我破落的时候 一个一个 脚好像抹了油那样 走得不知几快 你说将他们找回来 哎呀 别搞了 啊不是啊 好像有一个叫做王宝的 哎呀 没错没错 有一个姓王宝的既好人的 就算我破败的时候啊 他都好照顾我们两母子 想到这些事 他们对白毛猫啊 哎呀 哎呀 这位神仙 我家人呢 就只有一个叫王宝的人 这个王宝呢 好好人的他 他宁愿在王家饿死都不走的 不过后呢 他真的死了 哦 是这样啊 好了 我现在就帮你把他运回来 说完之后 白毛猫啊 白毛猫就向着他天 喊了声 王宝在哪儿 老老在这里 声到人到 只见王宝啊 啪地跪地 恭恭敬敬地说 王宝向老夫人邪安 章时刮了一周伤眼 我没看错啊 你...你是...你是王宝 是 我是王宝啊 哎呀 王宝 你不必多来 快点起床啊 快点起床啊 哈哈哈哈 好了 現在 imm GDP 你们主缽相见 我今天做べ up 做的事 就已经做完了 我就先走了 说完之后 白毛猫就化了一道金光 一声就飘到半空 闪着闪着就不见了 就在这阵时 只见黄将狼 担着半菌柴 气喉气喘地下山 下来的时候 他被眼前的 所有东西吓了一大跳 他没有了张氏 和这个黄宝 你们这些呐呐迎上来 帮他摘个柴 然后呢 扶了他们进去四合院 并且将事情的经过 15-15 讲了给黄将狼听 黄将狼听完之后 觉得又惊又奇 对于救个白毛猫这件事 他自己怎么也想不起 当然了 在他投胎之前 所做的事 当然想不起 这阵时黄将狼就说 没有理由的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嗯 难道是鬼神作怪 笨化我们 那家人黄宝一直站在那里听 到最后他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说话 别管他真还是假 我们痛痛快快享受一下他才算 张氏也同意黄宝的说法 事实在这几年 哎 真是熬得辛苦 所以他就趕快叫子黄将狼 进去冲回粮 换回几件新衣服 然后将所有能够吃的 喝的东西都摆了出来 同同快快拆了一餐 因为他们想 如果现在不享受一下 到天光什么都没了 豈不是得个忙 这阵时黄将狼对他母亲说 妈妈 如果你说一直天黑 不会天光 你说多么好 张氏就说了 菩萨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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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白毛猫 不要再思法述了 好了 那么这边 我们暂时放下不讲他住 讲回这只白毛猫 老伯园 老伯园 现在就已经不在子虚园 去了哪里呢 在当日上午 他就已经去了洛阳那边 洛阳城西 有一家不是很大的茶居 当时有十几个老坑 在茶居里面喝茶 喝喝喝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个 不懂的白衣公 就走进来 搞到那些老坑 当堂打个特 或者有些人会问 有个陌生人 走进来喝茶 为什么打个特 这么交关呢 大家有所不知 凡是资力比较深的茶居 但是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主股 突然间有个三宝人走进来 当然感觉到有点意外 兼且今天走进来的这个白衣公的打扮令他们觉得很特别 怎么特别 只见这个白衣公拿着龙头拐掌 银桑飘飘 头发就白了 老太隆忠 一路走就 一路走进来 猛地在这里咳 像废炉柴一样 咳还咳 走这路上来 轻盈敏捷 好像有轻功一样 着地无声 走到櫃台 只见他是掩掩掩掩布袋 他把一只大玄宝放在櫃台上 那帮老坑就不约而同望过去 哇 原来那只大玄宝是金的 闪闪放光 这时候这个白衣公就慢吞吞说了句话 冲茶 店小仪来远眼定定 傻心夹着那只玄宝 傻心夹着站了很久 才口窄窄地说 老爷 不是不是 太爷 太爷 老太爷 我们店是做小半生意的 就算我老板 当了这间店 都唱不开这只玄宝 哈哈哈哈 你唱开它干什么才行呢 你这只玄宝不可以买杯茶喝下吗 啊 啊 啊 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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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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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过头 多过头啊 我能够出得起这只玄宝 那难道你不敢收这只玄宝吗 啊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只是说 你这只玄宝又太过大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碎银 给你啊 哦 哈哈哈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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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阵时啊 店老板已经飞这么快地摔出来了 他一手就把玄宝抱抱住在胸口上 哎呀 啊 请坐 请坐 这阵时那帮老坑就起控了 喂 你抱着他干嘛 放在这儿 让我们开眼 看 看 看什么 有什么不要看 嘿 我都免得给你看看看 看得入雙眼树 拔不出来的 老板越是抱着玄宝 那帮老坑就越来想看东西 哄哄声就涌起来 哇 当堂整个茶居里都粒粒的乱 哎呀 各位不用争 就是想看这个金鼎而已 是吗 老老这些人 那这样吧 不如见者有份 一人分一个 哇 是 见者有份一人分一个 嘿 别输了 那帮老坑就哄哄声涌起来 那些茶壶茶杯冰冰棒棒的跌下了地下 那个老板就哄哄声哄 快快快快 喂 你们好了好了好了 喂喂喂 有银派啊 喝得住的吗 到最后 最后 每个老坑一人分一个金元堡 那才收到科 那各位 看怕你已经估到啊 这个财神爷啊 就专门过来落阳那些树呢 帮黄将郎操办分事的 那他就移走到土地庙 搬到四合远回来 那一个关斗就打到过落阳那些树 帮黄将郎草国顶乡为妻 牵善搭桥啊 俗话说 天上无云就不落雨 地上无霉就不成亲啊 婚姻大事是非同仪欺啊 不单止要遵照父母之名 梅雀之言 所以梅人公梅人婆啊 这个角色啊 是很重要的 时间就只有三日 老伯原来虽然神通广大啊 但也都难保在三日之内 能够讲得通郭丁乡的父母 就算讲得通他父母啊 郭丁乡这个人都挺恶作的 因为他脾气就太过巴辣 如果你说要讲服他 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啊 老伯原心想 如果要做到万无一失呢 看怕要在当地 要密使一个把口很厉害的梅人才行 于是老伯原摇身一变 就变了一个白爷公 去到一间茶居的树喝茶 并且呢 将事先准备好的那十几构 大大小小的石头啊 就变成了金元宝 哄到那帮老乡呢 就心花怒放 微哗鬼震 大派元宝呢 才是这场戏的开始 只见他坐在书 蓬蓬蓬蓬蓬 咳了一餐之后 他就说 俗话说 不孝有三 无孝为大 找不到孙心抱 就算被你抱住了 就算被你抱住了金山 银山又有什么用呢 店老板就无端端听他说 他这样的东西 再望着他 好像有点心事 于是他就说 老太爷 有什么事 你找孙心抱而已 是吧 哎呀 好像你这么有钱的人家 有什么可能 找不到孙心抱的 你不要说我在这里 发闻发话 只要你的孙子 是男的 不是女的 是生的 不是死的 就算他77岁好 88岁好 耳龙眼猛 吃东西会喷饭 乱公驼背 没牙齿都好 我都包你可以找个 鱼花似玉的孙心抱 你信不信我说的呢 哦 这位老板 你一定会认识很多 鱼花似玉的美女 对吧 嘿 谁说的 我来问你 你 你 知不懂得 郭家庄 那个郭丁香 哎呀 帝哥我就不知道 郭丁香 在洛阳出了名的了 有谁不懂得他的 话音刚落 店小仪 连忙补充话 老太爷 有所不知 那个郭丁香 是我们 洛阳府 很有名的 蔡天使 他唱歌 好聂 我有次听他唱歌 他拿着竹笆 滴答滴答滴答 在这儿唱歌 嘿 那把声啊 好像小鳥那么好听的 老太爷 我学两句给你听一下 下凉水 晃晃晃晃晃晃晃 茫山高高高年刚 水耀茫山龙摆米 山部浪水风潮晃 哈哈哈哈 哎呀 什么这么有趣的 哦 原来这个郭丁香 这么出名的 啊 是啊 不知道老板 有没有法子 帮我找到他呢 好了 各位 到底老百元 是讲不讲成这宗亲事呢 我们明天再讲